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中国学生周洪旭涉嫌来台发展共谍组织案,日前已被告身份约谈新党青年军网柄中等成员后,包括网柄中等多名新党青年军,军备依违反国安法起诉,而其投共贴政,竟是请示王爷的纸条。 北检经公布长达34页的新闻稿,字数将近2万字,内容详述王炳中等人设备中国吸收,在台发展组织的涉案市政,起诉书中指出,王进步,王炳中父子在新北市板桥区设立南昆深代天府板桥域指代天堂供奉神明王爷,并多次请王爷开示国台办政党局是否的却对弟子的支持有所动摇。 等一律根据简调所查扣的请示王爷纸条,内容具体记载因弟子有感台湾前途命运,与大陆唐山息息相关,故理智推动台湾与唐山走向和平统一,以此作为弟子事业虔诚的目标。 目前弟子主要运用唐山政府的支柱弟子的资源,培养弟子的宣传部队,王炳中还向王爷问,弟子日前在厦门,和上海赵,见面唐岛成立公司构想,赵,先是觉得完全登记许,会名字最好,后又觉得有弟子名字,也能用来作为弟子有一定盈利收入或金钱流动的正当理由。 请问王爷怎么看,日后此公司成立,是否可作为上海赵,方便资助学会运作的金流管道? 而王炳中与侯汉汉廷在意见上的分歧,王炳中也求助王爷说,侯汉汉廷想要自己单非做媒体人,还向他要求补助他自己成立网站。 赵,建议弟子,不用硬要把侯抓在身边做部署,也不用与侯争媒体人气。 侯最后宣传的成果还是可以为弟子收割。 王氏父子请示纸条 还有1,警示,国台办政党局是否的却对弟子的支持有所动摇。 2,赵,的策略是否可行。 3,如何处理侯的关系。 等于,简调认为,以上开校带天堂王爷警示之内容, 足以证明其收取中共国台办政党局及上海市对外联络办公室资金, 预在台发展组织之规划。